大家好,我是豆瓣 就是五星好评 刚开始我还以为女主刷微博极赞呢 当然只要你分数越高就能享受高品质生活 但没想到为了上分 女主就连吃个茶点都那么足 女主刚吃第一口的时候 我还以为她哑口不好 没想到第二口还这样 简直就像是便秘后的下巴脱臼 为的就是晒一下饼干的微博 长一下人品的分 我们的女主和邋遢的弟弟住在一起 一天他们住的房子快到期了 弟弟倒是没心没肺不管不问 不过一直想护上好生活的女主找到了房间 房间一顿滔滔不绝的夸 加上特意为女主准备的V2 顿时让女主是着实心动了一把 但想过上富人区的生活条件也比较昂贵 不过把人品分上到4.5就能打个八折 就让只有4.2的女主就有些尴尬了 于是为了快速上分 女主找到了人品分析师 在导师的见义下 只要拉拢分数高的人 打分的权重就越高 上分也就越容易 为了上分女主到处发好人卡 见人就逼有哪怕是自己最见不得的电梯老女人 女主都强迫自己强颜欢笑 但一番折腾下来女主的分数还是远远不够 一天上班的女主意外刷到了9位联系的表彪 一看表彪人品报表让女主是羡慕不已 她突然想到了表彪送自己的布娃娃 于是为了套近乎 女主就刷了一条布娃娃的微博 没想到真的得到了表彪的五星好评 为了得到更多加分 女主是想尽办法和表彪套近乎 但一旁的弟弟觉得女主就一傻逼 为了不切实际的生活 委屈自己人钱做作 但不曾想表彪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女主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自己结婚要找个伴娘 而女主又是儿时要好的玩伴 于是自然就成了最佳人选 一想到婚礼现场全是高分名流 这下女主上分买房就有了着落 但就在女主满心欢喜准备赴约的时候 弟弟批评女主太过偏执 盲目追求好似服务人生活 让自己过得像条狗 听到弟弟的嘲讽 一气之下女主和弟弟大吵了一架 名走还给弟弟刷了一个差评 弟弟也是bill了一下怀疑颜色 但接下来女主简直就是人品爆发 她先是撞到一个高分表被bill了一下 打车的时候大声装逼又被司机bill了一下 来到街场打飞滴 结果航班又取消 好不容易有个拼飞滴的 但需要4.2分 刚好女主就是那个4.2了 但没想到被bill的那几下 女主调到了4.183 女主也大条说差个零年级有啥区别 但按规矩办事的空姐就是死活不堪 空姐好言相劝 但急着赶时间的女主突然就 看到这阵仗 一旁的吃花群群纷纷开bill 保安也对狂烧的女主bill了一分 这下直接就把女主bill到了三分 临走空姐还不忘给女主补刀 哎好气 bill 无奈这下女主只能租车 结果人品太差只能租个便宜的 但万万没想到走到半路车没电了 然而一到充电站女主就懵逼了 充电器是二代的 充不了她一代的车 为了赶时间女主只能甩火腿 再路上拦车 结果别人一看才2.8分 人品肯定有问题 于是过路的人纷纷开启比试 但就在女主落难的时候 一个分数更低的大妈愿意搭女主一程 女主一看1.4分 人品肯定有问题 于是果断拒绝了 但为了到表表那儿上班 女主又勉为其难接受了 在大妈的帮助下 女主离表表只剩一小段路了 运气的是女主意外在厕所 听到了沙马特谈表演 而且又顺道 于是星期表的女主 洋装地滚派的搭了个便车 就在快赶到的时候 表表打来电话叫女主别来了 顿时女主就懵逼了 原因就是女主分数太低 怕影响她的人品 丧心的女主眼泪一撇 谈起了两人的感情 但表表抑郁打脸 大家只不过为了上分 互相利用罢了 但执着上分的女主 还是不肯罢烧 最终经过一番曲折后 女主终于赶到了现场 看到现场高分显规 Biu来Biu去 激动女主偷偷拿起话的 就是一顿夸 而且还 Fuck the planet 顿时在场的群众 一顿Biu被践踏尊严的女主 也终于炸了 她对名副起表的表表一顿喷 但就在女主分数 急转直下的时候 她意外跌倒在地 然而在被保安带走了 最后一刻 女主却又用虚无人的马屁 讨好表表 故事的最后 女主被关进了牢房 在那里 她终于明白了大妈说的话 在虚无人之后下 自己只能窒息 反倒没有了分数 才释然的卸下了生活的面具 摆脱了世俗的眼光 那一刻 她不必在意对面帅哥的眼光 也不必担心会掉分 她像一个键盘侠 一个吃过爸爸的喷子 狂喷对面 刻画的蛮有意味的电影 象征着金钱和地位的分数 在人们内心欲望的缩始下 自己成了分数的奴隶 而大妈对女主讲的 患癌丈夫因0.1分丧命的故事 也再次抨击了社会的冷酷无情 很显然这是一部 进化心灵的剧 想灵魂得到升华的 可以看一看啊 我是豆米 几分钟带你看电影 或许最新电影资讯 关注订阅我即可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